前進新世界Money大自由 大家好 我是秦英 我們今天要帶您前進的是 電動車跟輕能源車的新能源大戰世界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很多各國推出了一系列的 一個能源的補助政策 但是沒有想到 有些車廠不領情 反而掀起了他們的角力戰 為什麼呢 今天一個一個來解密 那麼現場今天還會測試這個 你沒有看過的動力電池 如果一旦發生意外 真的會蹦蹦爆炸嗎 馬上今天現場測試給你看 好 馬上接著我們今天現場來賓 這邊是財經專家 施聰哥 歡迎 清姨好 大家好 財經專家 敏寬 歡迎 清姨好 大家好 我們財經專家 朱老師 歡迎 大家好 汽車大人 乃哥 歡迎 大家好 節約能源表揚大會盛大登場台泥 台九 四方如瓶等 獲得金獎 登上榜單的不少都是用電大戶 節約能減碳 這是現在大家的共識 能源消耗節省 當然我們的成本也會節省 生產業來講的話 淨零排碳是非常難的事情 一定要做到碳補桌 而現在來講的話 碳補桌的技術還沒有到位 但當然我認為2030以後 這個碳補桌的技術應該會越來越到位 而且成本會降低 節能減碳當道 經濟部訂定2025年 再生能源發電佔比要拉高到20% 市場資金瞄準綠色產業 積極拼綠能的台泥股價小漲 台股的綠能概念股再度成為市場的焦點 LED族群漲聲響 百紅漲3.36% 光點漲2.18% 一拳漲1.71% 默默助攻大盤 台股一度逼近萬八關卡 最後上漲35點 收在17832點 成交金額3700億元 三大法人買超近189億元 企業拼綠電 民間獨立發電廠 也成為當紅炸死機 除了我們自己來發展綠能之外 現在在碳的交易部分 我們也會介入 正威集團董事長郭台強旗下 森微能源砸下1.2億元 取得中加電力20%的股權 變成單一最大股東 使得郭台強成為國內少數搶進電廠的科技大咖 綠電題材發酵正威股價上漲近1% 森微能源股價開紅中場小跌 二零二五年近零碳排 進入倒數計時 綠能產業發展正如火如土展開 就來看 從歌文集來看 之前講過拜登有這個 Built Better World的政策 那這裡面也包括了電動車的補助 照理說政府要補助大家 應該要很開心 沒想到電動車的龍頭 這位超級大哥 Tesla 我們Elon Musk 他又不高興 他說不用不用 這個政策補助丟垃圾桶好了 拿出來幹嘛 我們說首富就是狂 前一陣子他連總統都嗆 對 貝佐斯他跟他嗆之後 他現在連拜登都嗆 他嗆什麼 因為我們到這個B3W這個計畫裡面來說 有幾個 第一個包括說他會補助很多美國人買電動車 另外一個方面來說 他會在美國設立很多電動裝 充電裝 但是你看 這個Elon Musk不領情 他說什麼 他說你那個補助 我們Tesla在美國賣超過一年以上 的電動車 完全沒有什麼七千五百塊美金的這個補助 那需求也沒有受到衝擊 那這個美國政府的電動車的這個補助 可以直接打跑跑跑跑跑丟掉 那拜登推出什麼B3W這種基礎建設方案 都是不需要的東西 他居然連美國總統拜登都想要罵 他已經幹過聯合國了 然後太空總數也剛上了 貝佐斯現在幹拜登 對 他什麼人都罵 好 但是為什麼要罵這個 我覺得第一個 他覺得拜登的政策根本沒有好到我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這個 這次的美國的補助方案 裡面來說他有限制一條就是說 要由工會勞工打造的電動車 那工會勞工來說 因為我們知道特斯拉沒有工會 那所以你這個擺明就不是這樣子 那你就是擺明 就是說你可能要加會其他廠商 特別是說可能在密西根 有廠商的GM或是福特這些 所以他覺得說那你就是這個樣子 特別是GM 那為什麼要特別點名到GM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這個拜登在簽完這個 B3W這個法案之後 他馬上就跑到 這個我們看到畫面上面 這個Factory Zero 在密西根州的這個零號工廠 那去來說的話 他去試駕什麼 他去試駕那個漢馬車 這個Hummer EV這台車 然後開完他覺得說好讚 我整個人都覺得年輕起來 他說記者你要不要站上來 那因為事實上 因為拜登去的 你去GM那邊嘛 那你就他吃胃了 對啊你又補助GM 而且你知道他這樣一下去之後 他變成帶貨王 你知道光是這台車賣銷售七倍以上 現在GM反而要擔心的是說我做不出來 所以那事實上他為什麼會跟拜登槓上 現在就是利益的問題嘛 好那我們講到 除了這個利益的問題來說的話 事實上特斯拉也跟全球的車賞在槓上 我們知道 請以恆東股票我們知道 那特斯拉他的這個 我們知道說未來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半導體裡面來說 一般人都想到說 這個電動車可能要用什麼 毫米波雷達之類的東西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現階段的主流嘛 對不對 但沒想到 伊隆馬斯克不是這樣想 他就說 因為我們知道事實上現在包括說 像GM或很多廠商 他們投入就是說 未來可能在電 因為我們知道 你要自駕的時候 你要跟周邊聯繫嘛 跟周邊聯繫 你要判斷出這個物體是什麼東西嘛 那個當時目前全球 主要車廠都用所謂毫米波 就是我打電波出去之後 我感應你到什麼時候 然後我用電腦去判讀說 譬如說這個是哪個 這個是慶怡 這樣用這樣的方式嘛 但是他就說不是 他說我們人類開車 慶怡我們開車用什麼 用眼睛嘛 用我們的眼跟大腦嘛 所以他就說我們車子 這個自駕車 也要用眼睛跟我們的智力 所以他就說我們要用什麼鏡頭就好 所以他一直這樣講 他說要用視覺方案啊 所以目前的這個特斯拉 他就真的是在這個車上面架很多鏡頭 他不要用什麼毫米波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他說增加雷達 因為所謂的毫米波 就雷達掃出去 你要打雷達光波出去 打出去回來之後 然後你要用電腦去判讀 他說這個會增加時間啊 很多直覺式的反應來說會更好啦 但是我覺得這其實是大家 對啦 其實也很多人持相反的這個態度啦 在等他什麼時候改口啦 對 沒錯 但是他改口也不是新聞 對 有人就說你這個技術 搞不好未來會被取代 但是不知道 但是至少就目前為止來說 他嘴巴還是很硬 好 那我們講 事實上特斯拉的這個技術來說 最近也獲得一個 美國脫口秀主持人 Jerlano的這個喜愛 有沒有其實Jerlano 白頭髮這一位 他其實很喜歡收集車子 那最近他就說 我覺得這個開特斯拉 因為他很早就開始買特斯拉 他覺得這個特斯拉的技術 因為他有買其他車廠的這個車子 特斯拉的技術可能真的是領先 特別在電池技術 他的說法是說領先 其他競爭業者8到4年 當然這是他的說法 不過我們前陣子豐田也有說過 說他的電池技術真的是非常領先 那為什麼電池技術會領先 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他的這幾年 特斯拉的成本降得很低 同樣都是一樣的電池 李姑涅三元電池 他的這個報價的成本 這個比GM便宜10% 然後比其他廠商便宜25% 這裡面當然有伊隆馬斯克 很多的一些特殊的規劃 特殊的材料在這裡面 所以等於是說因為他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目前為止 特斯拉號稱可以開到460公里 目前能夠贏過他的 其實只有Lucy Lucy是號稱520 但是你知道他的里程數 成本又那麼好 所以他當然是覺得說 他的技術能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慶穎 你知道開電動車 就只有一個麻煩的問題 沒電怎麼辦 對沒電 而且很容易沒電 而且還要看你在哪裡沒電 什麼時間點 對沒錯 那我們特別講到說 其實我們前一陣子不是講到說 東北氣候很很很 中國的東北氣候很酷寒的時候 就很多電動車 車主在那邊罵嗎 說實在真的是這樣 因為電動車 他在這個比較冷的地方的時候 他的耗電會比較快 就連這個俄羅斯的工業和貿易部長 丹尼斯曼圖羅夫 他就說 我我開一台電動車 就沒有電動車 就沒想到 他就覺得說 放1.5個小時 在零下30度的時候 放1.5個小時之後 特斯拉的里程數就幾乎沒有辦法 讓他開回家 因為剩餘的里程數只有100公里 他說原本最低溫會自己耗電 對他是滿電的狀況 耗電耗的特別快 那他可以上一點點電 慢慢的往前滑嗎 其實他這個有一個問題 是說我們的動力電池測試 是在25度C 所以你只要往上往下 對電池的表現 都是一個影響 25度C 怎麼可能維持在這裡 所以嘛 他就說嘛 他說特斯拉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困難 所以他開的是什麼 他開的是這個Oculus的這個車子 他說可以到450 但是實際上低溫之後就沒有那麼多 所以這就 他在過30度C 對 那這就是特斯拉的問題 你在很多冷的地方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臺灣我們當然是常溫 至25度 我們可能開電動車會很好 但你在那種比較中國的東北 或是美國的北邊 或是加拿大 俄羅斯的地方 到底你要用什麼電動車的解決方案 我覺得這個也是 未來可以值得好好思考的一個地方 很多人非常關心 就是電動車的那顆電池 到底安不安全 很多人到現在可能不敢購買 就是怕歪燒起來 怎麼辦 國外很多這個事件 所以看到我們今天全副武裝 這個都準備好了 待會現場要進行爆破測試 有逃生門沒有安排好嗎 我們歡迎乃哥 我覺得今天很特別的是 不管是電視機的前面的朋友 還是說這個投資朋友 對動力電池最近漲翻天的這些股票 可以做一個了解 我現在前面看到的 這兩顆都是動力電池 形式不一樣 大家看到你把車子打開 大概就看到這樣 就看到這個 但是會有幾個 以這個是B&W的動力電池 像以B&Wi3的話 他這樣的模組總共有八塊 八個 八塊靠什麼呢 就靠這個 這個叫連接器 如果投資朋友知道 連接器也長很多 就是這個 對 他就是把這八個串在一起 串並連 就是靠連接器 這個是 我之前講股票編號 他們比較少 對 看這個不太懂 電纜 但是他看到的是這樣子的電池 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來看 電池長什麼樣子 等一下電池有危險 現在那OK嗎 電池是有危險性的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這電池就是這樣子 我們第一次拆開這個動力電池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電池的排列是這樣 對不對 這一個叫做正負極 所以他這是一顆電池 這是一顆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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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連這個連接器出去的 就是正極或負極 通常我們 我現在再解釋一下 大家說 這看起來都方方的 跟我們想像那個什麼 1865027100 好像不是太一樣 那這一邊 來 各位 這是另外一個 他也是動力電池 他也是動力電池 打開來 大家都看到 這就是所謂的18650電池 這看起來比較是 我們熟悉的電池 對對對 那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BMS 就是電池管理系統 就是這一塊 我們也有一些股票 BMS也長很多 電池管理系統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智茂 長多少 再來我們常說的電池的配克廠 做哪些呢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透明 這一個 還有這個殼 為什麼呢 電池廠 提供電池之後 交給那個配克 配克廠就是把這些做出來 把它安置出來 說所有的規格 大小形狀 按照車子需要的方法 這就是配克廠做的 那你可以看到 組裝 那組裝的話 大家可能導播靜一點 我們常說最簡單的 這一個保護裝置 就是現在上面看到 這細細的線 有沒有看到 下面有一點細細的線 這叫做涅線 如果造成溫度過高 或短路的話 這個就會斷掉 這是最簡單的保險絲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都說電池的電力 不夠怎麼辦 所以應該排滿滿的 是不是電力就很夠了 但是你要想到散熱 所以為什麼他要這樣排列 是因為他需要散熱 我以為他們也是要隔離 保安全距離 所以我們可以 對我們簡單的 用這個勾表 電表去量一下 他的電壓 大家就知道 他的工作電壓是多少 這是正負級 他是直流電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67伏特 通常我們動力電 動力電池的伏特 就是60伏特以上 就叫做高壓電 那為什麼呢 因為跟我們 那個一般的電池的 電壓是一樣 那像這一顆的話 大概BMW是在400伏特 所以他要串聯起來 這也是串聯起來 他每一顆只有3.7伏特 所以他靠那麼多利用BMS 控制之後輸出 出來67伏特 概念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再講到汽車的部分 那是比較高壓 對 他是因為串聯出來 那我們來看這一個 大家來看一下 這是正極 這是負極 我們看一下勾表的 那個數字是什麼 這樣就可以測了 是什麼 0 為什麼呢 就這一顆電池是壞的 那我 我隨便再 對我隨便再試一個 有了 這個是多少 4伏特 你就知道他就是從這種4伏特 3伏特開始這樣串聯串聯 串到400伏特 所以他為什麼要很大 大家知道這個重量 大概多少嗎 大概在10公斤左右 這一個重量大概多少 大概38公斤左右 38公斤 所以你看一臺汽車 以I3來說 他有串聯八個 這還不包含冷卻模組 汽車的 像這個摩托車 他可能用空冷 所以他用空間來做冷卻 但汽車的話 他會在這個 我們所說的這個PAC的外層 會裝了什麼 這個所謂水道 在後面跟前面 所以他這用鋁合金 就是鋁 鋁散熱就很方便 所以水道是走外面 封起來之後走外面 他就可以幫他散熱 那重點來了 就是說我們這個電池 整周起來多重 大概你要 如果像long range的話 像Tesla long range 可能到一千公斤 一千公斤 電池重量 那所以 因為我說的是整個 包括水路這些 那我們剛剛量 這顆是壞的 對不對 我們剛剛慶宇有說 電動車如果壞掉的話 不是換電池要一百多萬嗎 對 其實我們這樣量 剛剛這一顆電池是好的 對不對 還有四伏特 但是沒有所以是什麼 這顆壞掉 其他都好的 我可以只換這顆嗎 可以 可以 那你要怎麼換呢 第一 你要先把這個殼打開 第二你要把這個鋁鋸開 鋸開之後 應該不是車主自己做吧 對 就我們說的 這個汽車的recycle 是這樣 就是說動力電池壽命 大概都可以 現在已經做到 大概可以到十五年 十五年之後 這些你看 他可能像這一個 所以換局部的話 要多少費用 那個就會差很多 我先隨便量著一個 像這個是多少 二嘛 所以代表他已經衰退了 衰退的可以做什麼 儲能裝置 所以又再走個五年 十年 那到最後呢 就是拆解開來 把裡面的貴金屬 再抽解出來 所以整個cycle 起來的話 其實電池 其實可以算是非常環保 他利用的話 如果完整的利用 應該是這樣說 理論上 那我們現在 所以你說電池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不環保 他可以不斷地回收 他可以大概走二三十年的壽命 之後再回收 那像這一個是壞掉 對不對 我們只要換這一顆 我剛剛不是說有八顆嗎 B&W已經很佛心了 就是說如果你測這八顆 只有這一顆壞掉 他只讓你換這一顆 這一顆還好 就是幾十萬了 幾十萬 但是如果 一顆 那我掉很多顆 不就幾百萬了 可是我們明明知道 這裡面可能就是 這一個健康度不夠 但是這都是好的 這個是壞掉 通常動力電池壞掉 是哪裡壞掉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秘密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對不對 就是正極 正極出來的第一顆 通常都是壞掉 為什麼呢 我們電池不是正極負極嗎 這叫壓降 所以通常都是頭跟尾 中間都不大會壞 所以你八顆電池 通常就是第一顆 跟第八顆的最後一顆 最容易壞 所以一壞就要幾十萬 我覺得這樣很划不來 所以車子一落地就折架了 然後這一壞要幾十萬 所以觀眾朋友 有時候會到業坊間去 做所謂的recycle rebuilding的動作 就是說我更換裡面的 我就不用那麼多錢 我只要換掉這一顆 大家說換掉這一顆 除了聚開鋁子 大家注意看 這中間 這個電池跟電池中間 還有一層膠 我們叫導熱膠 導熱膠呢 我們也有這個 補條上這個 對 反正這邊每個都長了 對 其實間隔的都是導熱膠 導熱膠刮除之後 這個就拔下來 拔下來之後怎麼樣呢 把它做維修 那維修的話 就可以換整個電池上去 那這一個電池裡面 是長什麼樣子 大家想不想知道 想 最後長怎樣 打開來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就像 電池裡面長這樣 對 你注意看尺寸 他這麼 有沒有了解了吧 正負極 然後正負極 然後這樣子 一二三四 裡面就是有這麼多片 對 五六七 可能就五片 這就是五片 這個東西在裡面 好像以前我們的光碟機 按一下 跳出來其實是這個 就是這一個 那這一個叫做電池包 我這邊有一個 電池包 就是軟包 我們所說的這個軟包 那這就是柱狀的 大家都不知道電池裡面長什麼樣的 對 不曉得 再來了 這是切開來的 大家看得出來 首先這個是 今天真的是開箱拆電池 而且讓這些股票的人都知道 這一個是鋁箔包 所以也有做這一個 鋁箔包的這個廠商 然後再來大家看 拆開來就是這樣 一層一層 有沒有看到 如果我把它捲成圓形 就是變這樣 我把它捲成方形 那為什麼要方形 有的要圓形 因為圓形跟方形 有幾個好處 就是說我這個排放的方式 跟我這個散熱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每一家做的差別在哪裡 這叫吉爾 正負吉叫吉爾 這邊有寫正負吉 是吉爾 吉爾就是我們的 做這個的廠商 這個其實沒什麼技術 技術在這裡 好 來 白色的有沒有看到 一層一層 這個是白色 好多白色的 這就是隔離膜 隔離膜 大家不要看他這跟我們家那個垃圾袋長得一樣 隔離膜是讓電子流進去 所以他裡面有很小很小的洞 隔離膜的廠商 這個 隔離膜的廠商 這個叫什麼石墨 對 中碳 然後來碳跟石墨 世聰哥很瞭解 然後這邊融會貫通 這邊有沒有看到金色的 有沒有看到金色的 對 有 有 有 這叫銅箔 銅箔 好 還有 再挖一下 這個叫 剩下叫是銀色 銀色是什麼 就是正極材料 正極材料是什麼 就是鋁嘛 我們這個叫鋁電池 磷酸鋁鐵什麼 所以鋁就是在這裡 我們就知道隔離膜 隔離膜 對 大家就學到很多東西 做什麼東西 這是長這樣子 然後用料用多少 一顆電池用那麼多的隔離膜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東西 沒有辦法展現 叫做電磁液 叫電解液 對 電解液 為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全新的 那個 鋁儀可以捏捏看 有沒有感覺裡面有水 有 有 有 這個水 我們叫做電解液 就是電池裡面有兩種 一種是水狀的 一種是膠狀的 像這個就是膠狀的 膠狀 那剛剛我們再回到 這個鋁儀剛剛問的問題 這個好像有一點點水 對 這是拆開 讓他分解出來了 讓他蒸發了 我一定要問一問 因為大家非常擔心 就是萬一發生什麼重大事故的時候 有一些車禍狀況的時候 大家很擔心電動車會爆炸 電池會爆炸 對 起火 而且滅不掉 這新聞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叫現場爆破 測試一下 對 我們的安全 如果爆炸的話 安全措施有做好 陶生們剛有跟大家先演練過了 不准走 錄影過程中 不准離開現場 我們模擬這個車禍呢 不外乎是電池盒撞擊變形 但是我們今天做的比較誇張一點 我們直接做穿刺 車禍很少把電池包撞到破掉 我們直接來把它做穿刺 我們來看這一顆是一個新的電池 為什麼新的電池 我直接把這個吉爾的保護膜打開 我們直接測量他的這個電壓 可是我平常還算蠻信任你的 分析我適合站在旁邊嗎 這個絕對安全 我們可以看到 靜影你看上面寫多少 上面2 好 這個就是一個兩伏特的 這一個 鋰電池的這個軟包 我們這個是新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完全是新的 是沃克 我們現在直接穿刺 可是新的的時候 會有一些bug 涼綠是不是 會 絕對會有 你為什麼要戴這個 我們怕 會有點危險 我們還是會要小心一點 我沒有戴 所以我們可能鏡頭就近一點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穿刺 穿刺他 對 好 這已經 有沒有冒煙 一個可能不夠 應該會冒煙 照理說我們應該就是說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說 認為他已經 就代表如果是你真的發生什麼樣車禍事件的時候 你的電池 你這個動力電池被破壞 這個電池包被破壞的時候 被穿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狀況 照理說 照理說他已經是穿刺 大家已經有看到那個解剖 解剖圖嘛 他已經正負極跟隔離膜都穿刺 慶瑩要不要試試 我來齁 你剛剛可能太小力 可以大力 可以可以可以 我信任你喔 汽車答案說可以 我就穿了 對不起 這一個比車禍更嚴重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這個算是非常嚴重的破壞 對不對 我們再來看看他的壓降有沒有做改變 我怎麼覺得電流 是我心理作用 心理作用 來 導播有沒有看到 上面還是有一個數字 對不對 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一樣 他是完全穿刺了 他是完全穿刺 這都可以看到痕跡 完全穿刺 完全穿刺 所以你說這個所謂的這個 那為什麼沒有大家說的爆炸這種事情 對 原因在哪裡呢 就是在每一個電池的設計上不一樣 像我們剛剛說到電池 電池液如果外露的話 他有可能升溫 但是像這一種做法 就是現在常做的 用膠狀電池液 所以膠狀電池液 所以他沒有外液 有沒有電池液 說膠狀固體的是 比液體的安全很多 安全很多 對 所以你在水下也可以使用 撞擊也可以使用 所以你看 連溫度都沒有做改變 所以他就是一個很安全 就是說大家不要想像說 這個電動車撞擊之後 是不是怎樣 但是滅火要怎麼滅 很重要 之前我們都說到用 可能要用100台車以上 對不對 我們就是把它泡到水裡 就是這整顆水電池泡到水裡 它就跟氧隔絕 它就不會燒起來了 泡到水裡面 對 OK 好 直接把它放到水裡面就沒事了 就沒事了 如果今天我們這個車開到一半的時候 電動車沒電了 1000公斤都發揮不了效果要怎麼辦 這時候帶一個救星來 對 這個是國外現在最流行的東西 叫汽車的行動電源 汽車有行動電源 這後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它這個是一個太陽能板 也就是說我把它打開之後 我可以替這個行動電源充電 這是太陽能板 所以它的電源會怎樣 他幫我的車充電 然後他靠這個板充電 對 我們知道國外有一些車子 不是車底做太陽能板 存到是這個電池裡面 但是這一個是把它存到這裡面 但是它跟我們手機用的行動電源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它最大功率是2000瓦 就是2K瓦 2K瓦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它功率很大 很重 我想說行動電源可以行動一下 它大概二十幾公斤 而且它有多功能 像這個電池你可以這個插座 你看它可以給六個 最大的是因為它2K瓦 可以做什麼事 第一 我可以取代發電機 發電機的意思就是說 我曾經用這一個去幫Tesla 還有這個Lasers UX300E 充過電 是可以充電 但是以這麼大小的電池來說的話 大概可以讓你行駛10到20公里 10到20公里 對 這麼大小的電池 那你要趕快找到那個充電站 或者是代員 譬如說你出事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維持你基本的電力 譬如說歹徒來了 對 把你的車弄壞了怎麼辦 你至少裡面還有電 當然你插在外面 應該也是被棒球棍打掉 好 重點 我就立刻 可是要好天氣嗎 我就可以立刻再充電它 對 可以利用太陽能板 不過它的效率是比較低 那我們這個最重要的是 因為它2K瓦 是還有一個重點是 在國外這個東西是給防災用 或者是住在山上的人 為什麼 因為國外的電網 沒有那麼的普及 所以每一家每一戶有這個的話 有一個好處 它的電力足夠供應什麼 一台冷氣器吹8小時 大家都知道冷氣機很耗電 還有我家曾經停電 我就直接把冰箱的插上去 可以充冰箱冷氣什麼都可以 不然我本來要請試充個 大概20塊錢 那個生魚片我怕壞掉 所以我就說這個可以取代電源 所以這個東西在國外 會作為救災或者是家用 請問他充電充多久會充滿 以這個太陽能板嗎 我們插上去的話 大概是一百七十瓦 但是他是這一台是2.2K瓦 所以就是兩千兩百除以一百七 所以大概要十幾二十個小時才充得滿 所以畢竟這一個能源的轉換 可能還是一個 但是他可以直接去插你的一百一的 平時把他充寶墊 OK 平常先充好 這是優比的啦 對 這一台 這一台多少錢 美國報價大概是七萬塊台幣 七萬塊台幣 四通各位會買嗎 可能買啊 一定買嘛 因為比這個 合歡山車子不動 很痛苦 對 如果合歡山的話 因為你的這個動力電池壓降降低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一個來做一個緊急的救援 其實這就可以推薦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就一個參考 好 我們今天開箱電池 發現電池沒有這麼可怕啦 還有這個UBI的行動電池都有啦 在美國這邊 國防部這邊都說 要把這些軍用車輛改成電動車 為了環保 朱老師 真的完全為了環保嗎 環保當然是考量之一 可是現階段大家也知道 電動車的技術不是說完全成熟嗎 所以說要把所有的軍用車 全部都改成電動車 對啊 現在這段當然是 剛剛已經看到冰天雪地的地方都會塑膽 對嘛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美國的軍方的計畫 就是基本上軍車大概分成兩種 一個是行政用 一個就是戰術用 所以你說非戰術用的行政車 在美國來說其實高達17萬輛 就美國整個這個公家機關裡面 用車 用車最多他們是第二多的 最多的是郵局 郵政署 好 那所以呢行政車的部分 那當然比較不會有問題嘛 因為他們很多行政人員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已經確定的都要改電動車 好 可是比較大家懷疑的說 那我戰術車呢 就是我要打仗用的 對 那個都沒有辦法承受那麼多風險 可是有沒有電 很多時候戰場大家知道都荒郊野外 沙漠怎麼沒電 要去到衝電 行動電源也不好搬 對嘛 行動電源也沒有辦法用那麼久 我要戰爭可能打 那不曉得幾年幾月嘛 所以在戰術車的部分 目前的做法是先用油電混合車 那不就是個折衷嗎 因為我們知道純電車 目前要用戰術用車 還是有 現階段是不行 那可是油電混合車 那就很 就有很大的方便 好 那回到慶儀剛剛的問題 真的只是為了環保嗎 當然不是囉 因為來 電動車跟傳統油車 給人家最大的一個印象 電車從你旁邊開過去 你根本不知道 為什麼 安靜 打仗的時候 安靜逆蹤 不是很大的很大一個考量嗎 對 所以這是一個 為什麼美國軍方要開始採用電車的 第一個理由 我安靜 我打仗是有優勢的 好 那第二個理由呢 就是維修簡單 好 那對電動車有所了解 你知道 傳統油車跟電車 零件數差很多 傳統油車的零件數 超多的 可是電車尤其像 像特斯拉 他一直模組化 模組化 零件超少 而且模組化之後的好處就是 我什麼東西壞掉 一抽 我就直接換了 非常的快速 所以打仗的時候分秒必爭 所以我把它換成油電混合車 先做第一步的話 我在維修方面其實很大優勢 那當然有照一日 如果電動車真的技術成熟了 我相信在戰術車的部分 相信會採用 但不要只看到美國 臺灣的國防部也採用 採購電動車囉 就目前為止 包含了我們的國防大學 中課越以及憲兵隊 其實都已經有採用電動車 那當然目前在臺灣 還是以這個行政車為主 就跟美國一樣 好 那電動車 大家其實還想到一個問題 大家的電動車 其實也是有些不夠環保的原因 所以現在另外一個是輕能源車 我們知道日本其實一直在做這塊 那我知道很多批評說 日本你們就喜歡閉門造居 就喜歡自己製成一個 可能到時候又跟重演三十年前 半導體後來你自己掉下去的原因 我們來看 但是其實很多國家也開始做輕能源 輕能源有機會取代石油嗎 那當然現在還不可能 可是這是大家努力的方向 所以剛剛市長講 美國現在政策告訴你說 到處在做充電窗 事實上美國不是只有做充電窗 他們也在做輕能的佳能站 表示什麼 美國其實也要發展輕能了 那當然輕能跟傳統電動車最大差別 大家還是就剛輕易講到 大家覺得電動車還是不夠環保 你充電問題 這個電從哪裡來 好 那這是一個問題 那再來電動車壞掉了 你的電池等等 你怎麼去處理 尤其我們看到特斯拉 他第一波早期 上次那些車子其實很多都過保了 那過保以後怎麼辦 那尤其是很多新聞告訴我們說 尤其電池壞掉 我壞一個電池 可能動輒美金兩萬三萬 哇那非常不得了 所以呢現在大家開始想到 輕能源車會不會更環保一點 所以我們看到韓國 你知道韓國也是有很多的傳統車廠 但是他們已經立定目標 什麼目標 2050年要用輕能取代石油 真的會這樣子嗎 努力嘛 我們只能說大家現階段努力 因為這確實現階段的技術 確實還是有困難 但是韓國已經訂出來這個目標了 他們預估到2050年的時候 光一個輕人要占 他們全國的能源的33% 也就是三分之一 現在成本也會變高 當然以現階段來看 絕對是高的 可是這是一個趨勢 但是要講到輕能的發展 日本絕對是全世界目前最積極去發展的 尤其是Toyota 那Toyota如果大家有之前去注意到 他的一個新聞 他其實有一個 Mirai這一台純輕能的電動車 在六月份的時候 他的測試充滿了輕能 可以跑1000公里 十月份又自己打破紀錄 1360公里 是目前非油車當中 能夠續航最久最遠的 可是我們剛剛說 Mirai這一台車 他坦白說 他還是一台電動車 他只是利用輕能轉換成電能 然後再用電能去攻擊他 好 可是大家看到畫面這兩台 那就不一樣了 來 這台車 如果你只看外型 你怎麼會想到 他居然是Lasers 你完全跟我們Lasers的概念是完全搭翻了 搭翻車 對 你看到這一台休閒的在四輪驅動車 最主要的概念不是說車的造型 而是他是一個道道地地 真正的輕能源車 那你說我們剛剛說的 Mirai這台車是什麼不一樣 我們剛剛說Mirai 他其實用輕能轉換成電能 再用電能去衝 所以說他還是電動車 但是他這是真的是用氫氣去燃燒引擎了 也就是說我們傳統引擎就是我燃油嘛 但是這是真的輕能的 對 砂灘要找輕能源這個充電站 應該也不容易充電 所以這就是一個努力的方向 那你說這一台太夢幻了 那這個Yaris就不用我多說了嘛 這台車超多的 Toyota也開始把Yaris 把裝這個氫燃料引擎 哇 那這時候就有非常大的想像空間 好 那可是大家看到外國的鑽燃 大家想 台灣這方面呢 其實有沒有 之前看過我們節目就知道 台灣其實也研究輕能嘛 我們之前是講陳大教授 用竹份轉換成輕能 可是畢竟那個量是比較小的 台灣現在有最專業的廠了 現在在台南的科學園區 有一個廠 亞東氣體 他們就開始要做 注意喔 全世界最純的輕能源廠 在我們台南 對 就在台南 全世界最純的 對 那我們說為什麼要說最純 因為我們要產生輕能 在過去其實坦白說 它還是用石化原料去產生的 那石化原料大家也知道吧 生產過程當中其實是不環保 那又不環保啦 對嘛 還是不環保嘛 我們為什麼要用輕能 很大一個原因就是 覺得原本的那種電動不夠環保 好 可是輕能 我們剛剛說為什麼它是最純的 因為它不是用傳統的石化的方式 它說什麼 用水電解 水我們學過理化了就知道 水電解是不是就是氧跟氫嘛 可是那你說 那你電解水的電哪裡來 太陽能跟風能 所以喔 那當然它現在還沒有正式大量量產 但是已經做出了第一步 所以台灣包含了台積電等等大廠 已經跟它預定了 因為在很多生產過程當中 大家都在想做要環保 那當這個輕人如果能夠成功的話 那才是真正的環保 沒想到這個輕人員純的 台灣又跑第一 我們真的好多隱形冠軍 台灣棒棒的 我們繼續來看 Tesla最近這個Elon Musk 真的話題很多 大家說他好敢左右開工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人家當然有底氣的 因為就是可以超越這麼多重家的車廠 慶儀我跟你說一件事情 今天你一定會氣死 我會氣死什麼事 我跟你說 你現在腳步要站好 我會奪氣你知道嗎 馬斯克最近不是在賣股票嗎 對啊 他最近特斯拉的股價 讓他一路沙沙沙沙沙到跌破了一兆的美金 昨天大漲4%收在一千零五十塊美元 但美國SEC 美國的監管單位 最近公佈資料出來 你知道馬斯克的股票越賣越多 他越賣越多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不是賣10%嗎 對 他把股票賣掉 他今天冠冕彈簧的說 我今天我要繳稅啊 所以我要賣股票 這裡有很正當 對不對 我知道跟你講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 昨天特斯拉的股價 是收在一千零五十塊美金 然後馬斯克他利用選擇權 把他的股票再買回來 總共還多了五十六萬四千股 你知道他買多少錢嗎 六塊兩毛四美元 他用的價格連一百分 我看一百分之一 幾乎一百分之一 差好多 各位你會不會很生氣 對不對 但各位 因為選擇權是這個槓桿的嘛 因為很便宜的 然後今天又賺了 對 所以他打下來 他又反鎖又把他拉上去 所以發生一件事情 馬斯克是主力嗎 馬斯克比主力還恐怖啊 馬斯克今天虛擬貨幣 可以讓他一喊 直接那個虛擬貨幣 一漲都三成四成 但我們不得不說一件事情 現在全世界所有做燃油車的 看到馬斯克只能膜拜 為什麼只能膜拜呢 乃哥在那邊 車子的原理 我就不要賣弄太多 不要這樣墊韭菜啦 我覺得不開心 真的不開心 他也沒有墊韭菜 人家樂意接受啊 昨天特斯拉股價一天漲4% 可是恐怖恐怖在哪邊呢 目前把全世界汽車排名商總市值 前十名排出來喔 最誇張的事情 是從第二名加到第十名的總市值 都沒有特斯拉多 這個真的是狂 多狂 我們來看喔 特斯拉目前的一個市值 是一兆一千一百億左右 先來說喔 第二名的豐田 豐田跟他差多少呢 一差差四倍 因為豐田 連他的百分之二十五都不到 只有大概百分之二十出頭而已喔 福斯只有百分之十二點六 各位賓士多高貴啊 台灣我們有時候都覺得 有時候在內湖這邊喔 再出門 我都覺得賓士車都快比Tolota車還多了 台灣人超愛買賓士的 各位賓士跟他差十倍 通用汽車直接在旁邊玩殺了 那個市值都不敢講了 福特汽車耶 世界之驕傲耶 各位 只有佔他的六趴 這個還在哭啊 真的還在哭啊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說 特斯拉他有多強喔 但特斯拉真的 但市值這麼高 代表他股價很高 代表真的這麼會賺錢喔 賺錢 賺錢先放旁邊 股票就是本益比才重要 但特斯拉真的改變了全世界 過去車子要什麼呢 叫五油三水 人家呢 特斯拉一來 我跟你說我幫你做減法 為什麼呢 剩兩油一水 拿兩油呢 變速箱換 需要一點油 剎車呢 需要一點油 他的剎叉還能夠充電 你知道水更好笑 他剩下的水是要幹嘛 你知道嗎 洗窗戶用的 電瓶水也不用了 各位就知道特斯拉他有多狂喔 但是我們來看喔 英國保險機構 最近就會把最會賺錢的十家公司 全部都列出來喔 這好笑了 市值最高的公司 完全沒有特斯拉 但先說喔 這些公司 人家那個電影在講的 我一秒鐘幾十萬在輸贏 都是真的 我們來看喔 Toyota 第一名是Toyota 對 Toyota車賣的多嘛 Toyota如果目前喔 先說喔 這個只算Toyota喔 你如果把Toyota所併購的 現在持有的 像什麼束霸路啊 大發汽車啊 全部都算進去 還超過這數字 Toyota一秒鐘喔 台幣二十四萬兩千九百七十五元 各位 一秒鐘幾十萬出入有吧 福斯 二十二萬四千六百六十三元 這個也有喔 一個呼吸 就幾百萬了 一個呼吸 一個呼吸 要幾秒啊 深呼吸就幾百萬千萬 一個深呼吸 可能就要百萬上下 但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股價高 市值高 跟整個他的獲利 完全是不是成正比的 但這時候我們就要來說了 上週我們跟各位談豐田張南 大家很愛聽 可是我們要跟各位說喔 豐田張南真的是真男人 為什麼呢 不要講渣 最近大家在聊渣男 不是張宇 不是張宇 是張南也不是渣男 豐田張南先生喔 那豐田張南呢 先說 最近有兩家公司直接說囉 怎麼可以全部都做電動車呢 男人心中要有夢想的啊 我們一定要捍衛燃油車永遠生產 兩家公司 一家就是Toyota 另外一家是B&W 但我們都知道 豐田張南第一個 他是被社長耽誤的賽車手 先跟各位談喔 他在紐柏林賽道 是可以比到標準賽程裡面的 但很多人想說 他含著金湯匙出身 應該很快就爬上位了嘛 錯 他在Toyota總共花了25年 才真正的上位喔 然後他真正的是愛車成吃 我們現在看這台喔 台灣談論到小鴨 那個就女孩子開的啊 那個就是入門車款啊 但現在呢 出現了一台所謂的暴力壓 戰鬥小壓 這台車一推出來呢 全世界經驗 而且都在搶車 為什麼呢 這台車過去喔 以台灣價來算喔 一馬力大概換算出來 大概台幣是一萬塊 所以你車子如果要買300匹馬力的 大概就300萬 250匹馬力呢 大概就是250萬 但這批車呢 在歐洲272匹馬力賣130萬台幣 很便宜耶 先說喔 這個是歐洲 因為我們台灣第一個要搶車 目前要預約 然後呢台灣會貴一點喔 但各位 居然Toyota呢 做出一台戰鬥小壓 而且符合WRC的格鬥條件喔 這台車目前樣樣都好 只有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我一直在談論到 日本跑車當中一直缺少的 日本跑車比引擎不輸人家 可是很奇怪 日本的跑車比內裝 比那個握感 男生很奇怪喔 Nexus的那五百萬跑車 我也進去坐過喔 一坐進去 跟那種德國的跑車 義大利跑車 你一握方向盤 就知道 啊嗨啊 這里崩潰 為什麼呢 手感味道一聞就不對 好 每次的選擇 越來越多了 我們剛剛講輕人原車 也是一個趨勢 你會願意買它嗎 我們來問一下哪個現場就買了 這麼一台這個暴力 這算是你買了你的愛車嗎 喜歡嗎 對 其實為什麼那時候買 跟邱哥講的一模一樣 因為國外報價是一百三十萬 我們合理推算台灣的售價 應該是多少 一般進口車 我們大概會抓一點六倍 國外售價這樣 一抓的話應該在兩百萬左右 就是大概一百九十萬到兩百萬左右 結果總代理核泰汽車 直接推出來是一百七十九萬 你說搶不搶 一定搶嘛 對不對 定價錯誤 不是定價錯誤 對啊 剛剛已經說了嘛 一秒鐘就賺十幾萬了 有在差這個嗎 所以他的定價 的確是有佛心價 為什麼呢 就跟剛剛邱哥說的 你今天一台Yaris 要賣到一百七十九萬 我跟你講 不可能有人買 因為大家印象中 他是一個五六十萬的 國民小車代步車 那為什麼你要說一百七還少兩個門 五門車變三門車 然後你還要賣那麼貴 怎麼可能 好 現在我跟你講 當時除了價錢之外 為什麼要買這一台車 因為他是GR GR其實是這個 我們所謂豐田的性能的代表 他總共分成四個等級 GR這兩個字是 Gazoo Racing的縮寫 也就是他是第二等級 因為真正的最高等級 MN的話 他是直接可以下賽場 不需要經過改裝 那他是第二等級 就是他有符合道路使用 所以在這個性能的上面 是絕對的優勢 所以第一 這種半手工打造限量的車 因為他只有一個工廠 全球缺貨 第二個促使我去下單的原因 還有一個 大家要看國外新聞 尤其財經 為什麼呢 澳洲是一個指標 澳洲只要什麼車停賣 就代表全球缺貨 之前是Suzuki的Gimini 澳洲先說停賣 禁止接單 台灣大概過半年禁止接單 現在 他是領先指標 對 中股車加8萬 新車加10萬 因為要等四年才拿到 那Gia Yaris 現在中股車報價是228萬 中股車喔 已經掛牌的中股車 要賣228萬 不要忘記 他是179萬的新車價 當然因為缺晶片 豐田 就是Toyota 所以你買這個都可以增值的 增值的少見嘛 對不對 跟四聰哥講 四聰哥是打死不相信 所以他買的車一定貶值 我們買的車一定增值 我不要怕我買車賺錢 他買車就是花錢跟消耗而已 所以第二個就是說 我因為國外 停止接單 就知道一定是全球缺車 所以你一定要搶快 在今年大概年底的時候 何泰宣布很多車型 尤其進口車漲價 因為缺晶片的關係 缺車缺晶片塞跪 所以呢 現在Gia Yaris的報價叫做185萬 對不起 你只能訂 什麼時候到 不知道 今年只交了多少 80台 明年是多少 不知道 全球80台嗎 沒有 全台灣只有80台 所以很多人就像搶包一樣 你都已經背了 我一定也要背這個最新款 然後我要加價 你會發現二手包比新包還要貴 沒錯 因為買不到等不到新包 對 完全一模一樣的到 這樣思考女生就一聽就懂 為什麼二手還會這樣 這我們再回到 那可是這台Gia Yaris呢 又要改變了 剛剛有講到 所謂豐田一直在使用 所謂的氫能源 剛剛說的都是燃料電池 就是說氫灌注在電池裡面 它還是一台電動車 但是他剛剛有說到豐田招攬 不能忘卻的是什麼 我的這個內燃機還是要存在 所以他乾脆 既然我已經投資了氫能源 氫氣這個東西 我把氫氣當作汽油來燃燒 所以我還是內燃機 我不是電動車 我是內燃機 但是我的這個燃料是氫 為什麼要用氫 我們大家都知道 以前我們台灣有出過 所謂的瓦斯車 就是汽油車變成瓦斯車 現在就是汽油車變成氫氣 氫氣跟瓦斯當然差很多 差在哪裡 我忘記真正的這個數字 熱質來說 就是說熱效率來說 汽油大概只有二十幾 氫氣的熱效率是多少 大概一百四十幾 所以也就是說 我的汽油油箱可能五十公升對不對 可能我氫氣瓶只要一小瓶 就保濃瓶 就跟你的這個五十公升的油箱效能 是一樣的 好 改成這樣之後 除了我覺得是豐田張南 對於他的氫氣投資 要有一定的膠帶之外 在進入電動燃料電池之前 用在內燃機上面 但是用在內燃機上去出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以前的瓦斯車 為什麼被淘汰就是嚴重的高溫 沒辦法教你 也就是所謂的噴射系統 我們現在噴射系統是噴油 是液體 如果你要噴氣 這一個噴射系統 就是要重新設計 所以GR Yaris 現在目前遇到兩個問題 就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你的噴射系統 要重新改變 第二個 因為你採用了不同的燃料 它的熱質那麼高 代表什麼 你要活塞 鋼筋 這裡面所有裡面 引擎裡面的機件要怎樣 加強 既然要加強 選擇什麼車來做最好 GR Yaris 絕對是優選 為什麼 因為它是賽車 所以它的引擎本來做法 就已經跟一般市售版 不一樣 耐久度也比較高 如果他用這個 我覺得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 而且符合大家的期待 所以他買到這個車很開心 他買了又搶到又賺錢 我問一下暴力壓這個車會不會買 不會 不會 還是不會 買 你不要那個夾院嘛 對不對 人家說你的車貶值就不買 買買買 因為這比較適合年輕人 我們平常已經在股市已經是 水裡來浪裡去 其實志聰哥說的很對 就是剛剛邱哥也說過 他的內裝真的是比較陽春眼淚 因為他在乎的是性能 跟你乘坐的姿勢 戰鬥感 所以敏寬比較年輕 也不是說我比較年輕 第一個 其實WRC的車 現在跟各位說 開那種車真的是一個享受 為什麼呢 那種車的起速非常非常快 而且他的轉動非常的靈活 跟一般開那種豪華轎車 完全不一樣 每次我坐那種豪華轎車 感覺像在坐船 你知道嗎 就慢吞吞的這樣子 但是那種WRC的車 小小的非常靈活 志聰哥是好車啦 但是我認為有時候那種還是享受一下年輕人的衝勁 這個對生活 其實如果站在投資的那個角度的話 我有一個可以補充 當年台北車展的時候 有展出所有WRC的這個 1.6升的比賽車 你知道他的費用是多少嗎 900萬一台 也是1.6跟Yaris是同等級 但是maintain費用另外計算 也就是說你要讓他發動 我要有技師 要重新的去setting他 也就是說你跑出去回來 我要重新再整理的話 那是另外的費用 那你可以去跑賽車場 他整個人就跟著你去 那這樣子算起來的話 GIAUS是不是超級的便宜划算 前進新世界money大自由 我們繼續帶您前進幽浮幽靈 實驗室的神秘世界 現場再加入為來賓 就是我們的航太博士 副老師歡迎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看圖說故事 這一張圖引發了非常多的討論 是不是他就在我們身邊呢 大家先寫下答案 你覺得這個畫面是誰 戴著帽子的人 沒錯 就是很像是那種什麼 魔術師嗎 帽子也太特別了 就是那種什麼印度教 或什麼教的 那不是都會戴很高的帽子 這樣一個人 然後你就覺得那 因為錄一隻手嘛 另外一邊好像是戴著袈裟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很像是那種 某種宗教人士之類 宗教人士 對 麥克風 對 各位可能沒有看過那種很大隻的麥克風 我們以前在軍隊的時候 一兩萬人集結 在那個司令台前面 就有這種大型麥克風 那種大型麥克風收音的時候 司令官跟執行官兩個人直接喊 這個可以收得到 很像麥克風的樣子 大型很像麥克風 來看一下朱老師 有人站在路燈前 你有景深的概念耶 對 上面的不就高高 就是路燈嘛 那下面不就看起來就是個人的樣子嗎 看起來就是一個人 站在路燈前面這個倒影的影子的樣子 看起來真的還蠻像的 有點道理 然後傅老師 桿子上面頂了一顆圓球 光線從這邊照過來 上面純舊圖性來講 他前面頭上也是個圓的 下面是一個桿子 所以只能夠判斷 我能夠判斷是桿子上頂了一個圓球 這好理性的分析齁 這是桿子上 然後上面一顆圓球 聽起來也很有道理齁 為什麼就沒有人猜 我覺得可能是ET來啦 外星人來啦 外星人質 有點變得又高又瘦的感覺 本來外星人覺得這感覺有點高 這樣子喔 所以他變形了 所以沒有人覺得是外星人 正解釋他是Google街景拍到的 就是可能就街景拍到的 有人說他可能就是一個 什麼行動攝影機啊 在上面在拍東西而已 所以沒有這麼的嚴重啦 但是很多網友說 這就是外星人已經出現的證據 外星人已經在我們旁邊都被拍到了 外星人不但在我們身邊 甚至還幹了這個事情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有個網紅說 他被外星人綁架了 他的卵子被盜取了 還剩下三個混血寶寶 朱老師這是真的嗎 第一個 剛剛欽怡說他身分是什麼 網紅 網紅講的話你會相信嗎 我當然說不論說一定就不信 基本上我個人會先一個問號 可是你看喔 他在抖音上面你看到這個人數 真的還蠻多人看 尤其這個四百萬 還真的很多人看 那他到底在想 看一下被外星人綁架偷卵子 第一次聽到 那他就說呢 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有一天 他擺坐在沙發上睡覺 就突然就覺得整個人就飄起來了 而且他覺得他大腿就被打打開了 他當時也沒有覺得是怎麼樣 可是他後來越想越不對勁了 結果你看他就找了一個薩滿教徒 就是某個宗教 藉由他我想可能是通靈 或是觀洛英 我們隨便說說 跟他說 你當時其實是被外星人給架住了 而且他做了什麼事情 從你身上採集了三顆卵子 而且這三顆卵子已經培養變成混血寶寶 所謂的混血是混外星人喔 不是混外國人喔 這個厲害了 而且喔 那當然這樣子 他一定覺得說 慶猜公公 可是他說 他去做超音波的檢查 真的發現他的卵子 有被採集過的痕跡 哇 有有超音波的這個光片 什麼之類的嗎 就沒有 所以說 我想看一下採集痕跡 到底是長怎樣 所以整個說起來 煞有其事也確實吸引了很多人 去看他的影片 可是真的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當然外星人 到底存不存在這個事件 很多人都在研究 現在有專家級的人做研究 外星人恐怕近年會現身 對 不是剛剛那網紅自己說 說又沒有證據 你看喔 集合二十七個國家的專家 專門研究外星人喔 而且他們告訴你說 其實外星人早就進入到地球了 而且他們躲在我們找不到的地方 譬如說非常深海的地方 我們知道 喜馬拉雅山已經很高 八千多公尺 可是我們的海溝 像馬里亞那海溝 是一萬多公尺 以現在人類科技 根本沒有辦法到那麼深的地方 UFO的堡壘 對 他們就在那邊建了一個堡壘 就躲在那邊 就等待特定的時機 他們可能就會正式現身了 他說外星生病會近年現身 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 我不知道我們要怎麼做這個準備 你也不知道他會有 有點難我們要怎麼辦呢 要準備什麼 你也不知道他用什麼形式現身 我不知道你能做什麼準備呢 當然有很多這種 好萊塢的電影都在拍這些情節 就多看電影調示心情 那再來還有他們不是講這樣 他說你看 現在其實很多國家 尤其是中國 美國俄羅斯這些大國 其實早就有很多外星人來到地球的證據了 只是怕大家產生恐慌 就把這些證據都掩藏起來了 好那剛剛其中提到一個也是大家一直在懷疑的 美國為什麼這麼強大 尤其他們的軍事武力是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 他們說很有可能就是因為外星人來到地球之後 因為我們概念上都認為外星人的科技 比地球進步很多 神秘五十一區駐美國一臂之力 對他們就說他們可能就是從那個裡面去找到了很多的新科技 所以才會讓現在的美國這麼厲害 好那當然大家都說 你也是說說的嘛 你也沒有具體的證據 好要講證據 來有證人了 有證人出現了 他告訴我真的去參與過這樣子活動 好講到外星人 大家有概念的 羅斯維爾事件 就是剛剛提出的五十一區 基本上講這個 好我們現在看到這一位 他這個叫做菲利普的這個中校 他就說他真的去參與過 他在一九九七年的時候 他就寫了這個回憶錄 就把他當時一九七一九四七年所經歷的事情 整個描述一次 來我們看到他第一個告訴你 外星人的身材很矮小 然後大概只有一百二十公分 然後膚色是灰綠色的手腳很細長 只有四根指頭 好 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話 來仔細看用力看 在這裡 哇 這個是合成的還是 據說不是合成的 是真的照片 那待會兒我也沒有辦法去舉證 可是你仔細看到這一段敘述 我們之前在節目其實也講過 愛因斯坦也參與過 對 上次愛因斯坦 然後說他看到這邊 他助理他也是一個博士 選立博士 這些人都很有代表性 對 五獨有偶 他們也都在差不多那個時間發行的回憶錄 講的內容 尤其我印象非常深刻 貴外星人的這個樣外貌的描述 幾乎一模一樣 對 真的 你說他們兩個人有串通好嗎 我想應該不至於吧 那如果沒有串通好情況之下 你講出來的這個樣貌 對外星人的樣貌幾乎是一樣的 那只有一個可能就是 他們真的都看到一樣的東西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敘述 好 所以而且注意到 這一位這個菲利普中校 一九九七年初回憶錄 他一九九八年其實他就過世了 我們常說 人之將死 其焉野善 他決心中有個很巨大的秘密 當時他們都被邀國防部要求說 不能夠講出來 對 沒有錯 因為他們當時去參與的 當時愛因斯坦那個學歷也是 最後一刻 講出來 他們都有當時去參與的人 都有簽了竊節書 絕對要訪祕 是不能公布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菲利普中校 就是他在一九九七 他身體已經很不好 還有心臟病 不能帶這個巨大的秘密 所以他就寫上這個回憶錄 就跟我們剛剛說的 愛因斯坦他的助理 那個學歷博士 完全一樣的情況 也就是在死之前覺得 我不能把這件事情 就帶到墳墓裡去了 我要公諸於是 所以真的讓人覺得 我講到我都覺得毛骨聳 好 就覺得應該就是真的 應該就是真的 好 那當然 CIA自己也承認了一件事情 他們說他們當年居然編預算 做什麼事情 找靈媒 我就覺得這就比較扯了 可是你不能用現在的觀點 因為這是好幾十年前 CIA也搞不清楚 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好幾十年前 至少四五十年前 甚至更久以前 大家那時候科技 沒有那麼發達情況之下 你多少會相信 靈媒這種東西 好 那所以他們就說 哇 我編了兩千萬美金的預算 找靈媒 因為科學找不到 只好透過靈媒 對嘛 他想說靈媒 有時候就說為什麼靈媒 能夠跟那個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溝通 那我們以前想到靈媒 就是可能跟Ghost 跟鬼溝通 那他是不是也能跟外星人溝通 真的 這個靈媒就跟你說 我可以跟一百萬年前的火星人溝通 而且還告訴你說 我看到了火星上面的樣子 有金字塔 有方箭碑 甚至有道路系統 還有避難所 這些都好熟悉 我們地球上也有 所以說你說這個事情 到底是真的假的 甚至這個姓氏蛋說 為什麼我們後來再去探索火星的時候 什麼都找不到了 他說當時他們在避難所 火星當時發生一個非常巨大的風暴 所以當時火星人可能因此 就可能搬到其他地方去了 或是可能消滅了 好 那當然後來大家都覺得 唉唷 你這說這也沒有證據嗎 靈媒說的你就相信嗎 所以呢 後來呢 CIA也不再做這樣子事情 因為真的沒有證據 而且要花那麼多錢 還是回歸到用科學的方法 來證明外星人的存在吧 OK 好 謝謝廚老師 因為我們電影情節其實蠻像的 有些星球毀滅之後 有些種族不見的時候 我們地球的新的居民又出現 好 副老師我們一起來看 那剛剛講的CIA透過靈媒 找外星人的蹤跡 據說副老師你這裡還有進一步的證據 可以證實這個狀況 我們就拿了照片來說話 我現在播了這個 就是第三隻眼的間諜 我們先放一段 因為這個影片是兩個小時的 我放一段它的最精華 精華中的精華 精華中的精華 來看看這個星衣看了以後 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的回應 現在這個裡面 它這個裡面就說 美國因為蘇聯早期就做超心靈的一些測試 花了很多錢 而且最重要它有具體的成果 那美國一看你知道 美俄是冷戰對詞 它一看你蘇俄花了這麼多錢 所以我也要來花錢 所以就花了一筆很多的錢來研究 這個就告訴大家 蘇聯完全利用這種心靈的力量 然後可以看到照片所看不到的東西 然後美國也跟進 那現在這個裡面 就提到幾個關鍵性的人物 讓你看關鍵性的人物出現 這個是尤其是擬格基對戰很多飛機 掉下去找不到 但是美國就利用這種超心靈的 你也可以說是靈媒 也可以說是他心通找到這個飛機 而且讓美國有一個總統深信不疑 那個人就叫做卡特 我們現在看 他說對不起我還是要講一下 他說這次是only time 我就這一次 我以前沒有這個經驗 但是我這一次有這個經驗 這個經驗非常的講得不好 非常的 我無法解釋 很滑稽不好解釋 當時我就是美國總統 這個什麼事情 這是卡特 在2016年美國第39任總統 親口講的話 什麼事情呢 因為美國有一架飛機墜落 詳情不知道 什麼飛機 民航機 戰鬥機 軍用飛機 在演習實驗室不知道 對 所以卡特說好吧 沒有關係 你既然要找嘛 怎麼辦 找呢 他說美國的史丹佛研究所 就說好我幫你找 結果真的找到 他把做飛機失事的坐標位置 標出來 去撈真的撈到 這麼準 所以這件事情 就讓卡特有很深刻的印象 連總統這麼有權 有事無法解釋話 我們一般小老百姓 更不懂 所以他 在他總統任內 不在乎他是不是總統 因為這個是事實 他就寫了這段話 然後這段話 就是第三隻眼的電影的開頭 那這個電影主要就是講 美國的第三隻眼的這個任務 從美國CIA的任務 到現在 1995年結束了 但是實際上是不結束呢 當然沒有啊 所以拍了這段影片 好 我們先來看看 美國有個計劃 叫太陽橋文計劃 這個計劃是幹什麼呢 第三就是延續 因為蘇聯當時要發展 超心靈作戰 美國要跟進 主要一個是太空 因為太空你沒有辦法通訊 用超心靈通訊 意識溝通 對 海底的潛艇 它沒有辦法溝通 一個天一個海 所以發展這個計劃 那雷根1984年 它發動了所謂的星球大戰 星球大戰裡面有一個 就是太陽橋文計劃 這個太陽橋文計劃 就是黃色的字 讓通靈者用搖桿能力探知 外太空的生命 所以雷根總統也策劃 對 外太空 沒有 這是雷根總統配合星際大戰 當然我們知道了 我還是不要宣傳我的書了 但是我的書裡面講得很清楚 這個美國蘭德計劃 在1942年等下我講 1942年所謂的洛杉磯空襲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地球上 受到外星的威脅 所以一定要找 這個外星人從哪裡來的 一直延續一直延續 1942年早到現在 1942年早到現在了 CIA它決定用這個來找了 而且它找了以後 它說CIA找了一個通靈師 這個通靈師等一下我會講 它有個信封 它裡面藏了一張卡片 這卡片的內容就是說 現在大家看了 導播照一下 這個字就是說 當時它寫下來 它告訴那個通靈師要找的 它說我要找的目的是火星 我要找的時間 大概是公元前 一百萬年前的火星 我要來看火星上 有沒有外星生命 好 請過夜 然後他就告訴他 火星人是黑黑的 長長的瘦瘦的高高的 在火星人的存在的附近 還有很多金字塔 好 看到沒有 導播你照一下 這個是不是金字塔 對 這個是不是金字塔 對 這是哪裡拍到的畫面 這個是不是金字塔 這都是金字塔 所以表示說 這個事情是經過美國CIA 跟美國軍方證實以後 這張照片是美國的海盜號太空船 在登陸火星之前 繞著火星拍 欣盈你看 那個通理者先講出來 後來確實拍到這個影像 拍到這個照片 這是後來 這是後來 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火星臉色 這個很有名 這到現在美國的 有很多所謂的陰謀論家 火星上有火星人 對 因為這是好像一個臉 就是一個臉 它就是一個臉 你注意到這個臉 是不是跟私生人面相那個臉 有像 有像 你看看 對不對 你看這個臉 這個臉拉一條相對的幾何圖心 是不是金字塔 所以表示說 這件事情 已經讓美國的 所謂的超心靈實驗 有豐碩的成果 同時配合美國 現在無人載具 發射到外星 看到了突行 請過夜 其實通例子 跟我們一般認為不太一樣 它其實算是有特異功能的 對 特異功能 這個是美國CIA 因為他這個美國CIA卡特 其實卡特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叫做自由法的一個規劃 自由法的一個法規 這個法規就是說 你不管你在機密的事情 隔了若干念以後 你一定要公布 所以他把這個計劃公布了 沒辦法公布 但是他美國 你有毛我也有盾 公布了以後我全部塗黑 你所有東西都看不到 那這叫什麼公布 我公布了 你沒有說我不能塗黑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地方塗黑 我就不放出來了 看了沒有 這叫Project Sunstrike 太陽調文計畫 在裡面重點都塗黑了 這是公布的第一頁 而且你可以看下面的時間 公布的日期 2000年8月8號復興節 然後Approve 就是說 我是同意公布的 然後這所有 大家可以查這個代號 然後這個裡面 從這個裡面 就開始這個計劃 然後他說這個計劃 他是怕嚇死世人是不是 都不敢講真相 對 不是 因為這個裡面牽涉到 因為美國所有的計劃 如果你是黑計劃 不講 如果是所有的計劃 按照民主程序 一定要透過美國國會 參眾議院同意 參眾議院一看他們簡報 只有15%的可靠度 他說你85%怎麼辦呢 卡 砍掉 所以表面上全部砍掉了 有沒有黑錢不知道 但是我是覺得他還有計劃的延續 公開的錢是2000萬美金 鼎盛時期他有50萬美金的收入 然後我這邊有個藍色的是1995年 對不起不完了 就表示說公開場合國會沒有錢 撥給他了 請過夜 這裡面就講了這兩個非常有名的人物 這兩個人到現在還活著 大概有八十多到九十八十五到九十歲 大概之間 見識了快一世紀 如果下次有機會 然後美國我一定要去找他們聊一下 這個人叫做羅索塔 叫做拉塞爾塔格 這個人呢 就是左邊這張是年輕的照片 那現在稍微老了一點 比較難看一點 然後下面這個呢 右邊這個人是更有名 這個人是這個巴索夫 這個人呢 是史丹佛的SRI 史丹佛的研究一個所的負責人 這兩個人開創了所有的計畫 所有的計畫 這兩個就要錢 這兩個非常 這兩個都是博士 這是物理博士 這是物理博士 對這是物理博士 這是奠基博士 他是史丹佛的 這個我不曉得是哪裡 但是也是名校 請過夜 那應該也會出回憶錄了 對 這個人我這裡面提到兩個人 我剛剛說的那個 我剛剛說的發現火星人是我兩個人中間的一個人 我不知道是誰 因為他沒有公布 因為CIA的機密 這個就是通靈的 他不是普通的通靈人 這是美國的一個警官 美國的一個警官 這個警官呢 叫做 波特普里斯 中間這個 這個人就是我剛剛說的 波托夫 波托夫 他們兩個年輕的時候 那這個人呢 幫助美國CIA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當時冷戰的時候 美國人不知道蘇惡在搞什麼東西 他就派這種通靈師 幫他透視謠視 用他心通 用謠視去看 就看到蘇惡在某個地方 有這麼一個 他畫出來的 有這麼一個東西 他畫出來的 右邊圖是畫出來的 然後左邊這個圖是 那個時候美國已經有 間諜衛星 買這麼多軍事武器幹嘛 心靈戰我覺得更厲害 對 就拍出來 因為他可靠度只有15% 好過夜請過夜 好這張圖 是我從第三隻眼的電影裡面 抓下來的 他說剛剛畫的圖 在右邊這張圖 這張圖 然後這是CIA 他的原型靈感就從這個來 人造衛星拍到的是這張圖 這個圖是做什麼 蘇俄要 蘇聯要發射 要做原子彈的時候 必須要透過一個 軍事設備的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 這個裡面是關鍵零組件 也蠻像的 就已經找到了 所以表示蘇俄那個時候 就在搞原子核子武器 所以證明 這是第一件事實 是這個人 請過夜 好 第二個人 這叫做 英格斯旺 1975年2月 他有個自稱 從華盛頓來的 美國特工人員拜訪他 希望他參加一個絕密計畫 怎麼知道他有特異功能 還找上他 這個人非常有名 只是你我不知道 在美國只要是靈異界的人 非常清楚他能夠做什麼 跟剛剛那個警官 跟他 這兩個人 我現在講的這個人 美國為什麼公佈這兩個人 因為這兩個人已經過世了 沒有過世的 你可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對 1973年4月27號 他參加了一個中情局的搖示實驗 發現到木星有環 木星有沒有環 你我都不知道 木星哪來的環呢 木星就是一個球 只是一個大紅眼 木星有環 這個是美國的Juno太空船 在Juno最近的 抓到木星透過Aero Braking 就是空主的技術 然後抓到木星周圍 你看這個環 看到沒有 一圈白色的 然後這個環呢 因為它是塵埃 它不像你看 灰塵在旁邊 它都是塵埃 所以不容易被發現 但是這個人發現 它發現的時間 比Juno跟太空船 要早很多時間 對 就事實證明 看到沒有 一個環 真的看到了商品 14萬英里 然後這個環呢 因為看不到 主要是它是灰塵 它還有好幾層 內層外層中層 土星的環呢 因為是冰屑 所以它透過反光 所以一圈圈看到非常的亮麗 所以這就是土星環很容易看到 木星環看不到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它上到了月球 月球上有外星人的基地 它看到有外星建築 還看到外星人 它看到了 是這個人看到了 所以這個人跟剛剛那兩個人 是美國CIA特別請 也就是剛剛我說 國會撥了錢 只有15%準確度 對 其中兩個人就是他們 好 那 SpaceX裡面是不是也很多靈媒 對 但是這個東西 美國現在 美國有一本書 就是講心靈戰士 那這本書 台灣的某一家出版社 有出版 就是講這個故事 然後他們通靈了以後 他們做了很多 不可思議的事情 好 我們現在就來講講幽靈實驗室 幽靈實驗室 講到這頭 我必須要 從1942年2月25號的洛杉磯大戰 洛杉磯空戰 我上次講過對不對 但是我後面這句話 信怡我沒有講過 我補了 有兩艘UFO的殘害 在海上捕獲 美國啟動難得 有殘害被捕獲 上次我只講過 這有證據了 這個沒有 之前是看到 現在是其實有殘害被 有兩個殘害 那1974年 1947年大家知道 羅斯維爾事件對不對 可是羅斯維爾事件 之前 已經有了前兆 6月25號到6月30號 有很多醫生 都是高知識分子 電工 高技術人員 專業人員 看到有13號的UFO 從西墨西溝 阿波羅庫基的北方 往南飛 對 往南飛 那阿波羅庫基的下面 那邊就是羅斯維爾 但實際上跟羅斯維爾 一點關係都沒有 1947年7月4號 跟這個可能有明確的關係 在美國西墨西 科羅娜這個地方 科羅拉 也就是在羅斯維爾的左手邊 這是真正墜毀UFO的地方 發現的人是牧場主人 這個人 因為發現了以後很多事情 他都很慘 被美國新聞追逐了一塌糊塗 那美國這個時候啟動逆向工程 注意啊 有東西才會啟動 對不對 發現了就開始往前推 這個很怪異 1951年在南中國海 美國有一個珊瑚號航母 大家可以去Google查 有一個長2.43公里 直徑192.4公尺的UFO 在航空母艦上空400英尺 懸浮在那個地方 那有人下來 等一下UFO跟美海軍VIP 有開會 VIP會議 然後緊接著1966年 11月18號到11月25號 美國因為美國要登月 阿波羅登月 所以他必須要無人太空船 去繞月球去找什麼 哪個地方好登陸 結果發現月面上 有金字塔城市有6座 我到現在都還沒找到這個 如果找到我硬公布 然後太空船就是要找 阿波羅著陸的地點 注意到啊注意到 這個都有前後都有關係的 1967年 66年 67年 在美國密蘇里州 大家從來沒想到過這個州 湯姆金斯 這就是我的書裡面講的 美國至少有9個特殊的實驗室 叫幽靈實驗室 這裡面 把剛剛那個殘骸 它的逆向工程 通通在這個裡面研究 它主要研究什麼 研究它的系統 還有跟它的推進設備 這邊寫了至少有三個 第七 這個就是很精彩的 1968年10月11號 跟1968年12月21號 一個是阿波羅7號太空人 跟TRW的公司主管 所有的高級科技人員 通通聚在這個 瑞丹諾 Beach 它裡面有一個現況的實驗室 那是有通話到 對 被UFO追逐 然後顯示阿波羅7號 被UFO追逐過 阿波羅8號呢 落月的時候呢 看到外星基地跟外星人 在月球表面 然後這個裡面被追逐 跟月球表面呢 跟這個有關係 美國不是在找太空人 阿波羅的登陸地點嗎 然後這些就是找太空地點 但是美國NASA沒有通知他們 所以太空人其實很可憐 最後1969年7月20號 人類的一大部 他的一小部 所有的VIP 在阿波羅任務控制中心 現場轉播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 那這些都是我們沒看到 沒寫Live沒有的 其實旁邊有很多UFO 聽在那邊 看我的太空床 別看有一張照片 1969年7月20號 這一天 美國發展了一套 你看到我就看到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 所有的視訊現況轉播系統 在這個時候用上了 這個就是阿波羅11號 登月的時候 阿波羅太空人下去 他的眼睛太空串 常常看到了 現場視訊系統 實況轉播 這個是吉米 沒有看到 但是我們這位 我們這位這個 湯姆金智先生 他把他畫下來 什麼 旁邊這一排 看了沒有 1 2 3 4 5 6 至少有6個大型的飛船 有這麼多人 有這麼多人在歡迎我們登陸 對 這個是美國的這個業餘科學家 他同樣的地方 他用不同的時間 拍到這下面一個黑球 這個是阿波羅的太空人 在繞月的時候 阿波羅7號還是8號 繞月的時候 看到有一個東西飛起來 這個是在CBS上 現場抓下來 CBS他沒辦法了 CBS挖到這個新聞播出來 有這麼一張照片 所以我又把照片拿出來 所以這個去 不知道什麼東西 看了沒有 這邊有個NASA的字樣 他在玻璃窗拍的 是NASA的字樣 哇 你看這是月球的坑 月球坑 這上面有個什麼東西 對 是不是基地啊 是跟剛剛回應 他的那個通靈人 看到的很類似啊 所以這些東西 都在說明 美國人過去 所看到的一些現象 那些所謂的謠言 透過高科技的發現 透過自由法的公開 逐漸逐漸的成形 逐漸逐漸的讓世人知道 謝謝這個副老師 我們要把心放大一點 有很多我們沒有想過的事情 可能會逐漸發生 像我剛剛看到圖蠻震撼的 因為有那麼多的UFO 在等我們登陸 所以大家開始問了 Elon Musk 現在這個太空總署好緊張說 不可以被他主導 他也是太大了 沒錯 我們要事實上 伊隆馬斯克 是不是他們知道 有很多UFO在上面 搞不好他後面 就有很多UFO在支持他 也不一定啊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 伊隆馬斯克他在太空業務來說 特別是目前 可以說是幾乎壟斷 半壟斷整個民用的這個狀況 那於是呢 歐洲太空總署就說 我們應該要停止助長 伊隆馬斯克 主宰太空市場的野心 他說如果我們缺乏 一致的行動的時候 搞不好會被這個 這個伊隆馬斯克制定 這個目前的整個遊戲規則 所以我們要 事實上歐洲太空總署 是非常擔心 那他擔心的主要是因為 包括說像SpaceX 我們知道SpaceX 目前已經發射了幾百顆 他預計未來要發射 1.2萬顆左右 到那個地方 他說如果他佔據這些 所謂的這個 低軌道衛星的軌道之後 他就變成是一個主權 就變成是馬斯克主權 那馬斯克主權的時候 那我們未來要介入這個 低軌道衛星的可能性 就非常低 那當然除了這個伊隆馬斯克 對 除了伊隆馬斯克之外 目前亞馬遜的這個 Jupiter的計畫 KPL計畫也在進行之中 包括說像 中國有一個GW的這個計畫 就是也要發射這個 低軌道衛星 1.2萬顆都要上去 所以顯然大家 在爭奪這個低軌道衛星 變成是未來一個 非常重要的這個商機市場所在 所以前一陣子 我覺得這個 這個歐洲太空總署 也蠻會找時機的 因為前一陣子伊隆馬斯克 才說我的SpaceX 搞不好會破產 好 會破產我就現在砍你一刀 好 那我們知道 事實上目前SpaceX 他有個星鏈計畫 史達林原本要明年要開通 但是問題是目前整個 這個晶片缺貨的這個狀況 他除了他自己之外 他要跟這個英國的這個 OneWeb兩個要開始打造 那我剛才講 這個伊隆馬斯克的 這個SpaceX是1.2萬顆 那這個OneWeb 目前來說的話 他2022年要發射到600多顆 所以等於兩個 要組成一個低軌道衛星 那低軌道衛星來說 會提供一些相關的 這個寬頻的這個服務 那當然啦 這要明年才能開通 目前來說的話 進度是有點稍微落後 好 那除了這個低軌道衛星之外 另外一個 大家未來在搶的是什麼呢 搶就是說我可能要登月 或說未來的太空站的這個商機 我們知道其實這個 之前美國有一個 阿提米斯的這個計畫 後來原本是這個 伊隆馬斯克跟貝佐斯兩個爭奪 後來是被這個 被伊隆馬斯克拿下 但是最近呢 貝佐斯他也拿到一個訂單 他拿到什麼訂單 這是NASA的一個商用低軌道的 開發計畫 那也就是說呢 他這個要建一個這個太空站 在那個地方 那這次得中獎的 包括說像藍色起源 還有一個這個 德州的這個新創公司 還有另外一個 諾斯洛普 就是全世界第四大的軍工產業 他們三個人合作 要幫未來的美國 要打造一個商用的這個低軌道 低軌的這個衛星 這裡面來說的話 可能包含了一些這個 太空站的這個設施 那藍色起源他負責什麼 太空載具 其實他的這個藍色起源的業務 跟SpaceX很像 SpaceX就是發射嘛 那發射那些太空 那個所謂太空艙這些 就是由藍色起源來負責 另外一個這個 德州這個公司是做什麼 他做一個結構 譬如說你要他通 太空站上面要比較輕嘛 比較輕的時候 他說什麼 透過充氣式的這個載具的這個 來那個讓這個整個太空站 能夠快速的使用 擴大或是 或是減少一個狀況 所以他負責的就是 所謂的太空艙的這個建設 另外一個這個諾斯洛普 他建設什麼銜接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怎麼去做一個太空艙 跟這個相關的太空艙 跟太空艙之間的這個銜接 甚至未來的通訊 可能由他們三家公司 一起來負責 這就是他們三個 組成一個團隊 跟這個伊隆馬斯克的公司 再做一個互相的這個 抵抗的這個局面 好那除了這個 這三家公司的合作之外 我們就講 事實上目前的登月計畫裡面來說 中國好像進度還蠻快的 對為什麼 因為他們前一陣子公布一個照片 說找到廣寒宮 這個照片 這是月球上面的照片 哇 事實上你看 仔細來看 這邊有一個點對不對 他想說這是什麼東西 那很多很多小房子 對很多人就發揮了這個想像力 就啊這個就是廣寒宮 中國中國人終於找到 中國傳說故事 對裡面長耳的廣寒宮 就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因為這是什麼 這是中國大陸的這個 月球的這個探索艇 叫做月兔二號拍到的照片 那拍到的照片 只有八十公尺 那人家說好啊 那八十公尺的話 你去趕快過去啊 八十公尺不是很快就可以到了 不好意思喔 八十公尺 這個玉兔號要三個月才能夠抵達 所以要等到明年的二月 才能夠抵達這個小屋 那為什麼這樣子 他不是只有八十公尺嗎 因為他說他們用什麼 他們在月球上面是不太一樣 我們知道這個所的玉兔二號 是在2019年1月3號 就登陸在月球的背面 那登陸在月球背面 他現在已經工作了兩年十個月 他是工作時間最長的 好 但是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們知道 裡面沒有電嘛 沒有電的時候他用這個太陽能啊 太陽能的時候 問題是你在月球的背面 你這個他自轉的時間裡面來說 只有一個月只有十四天 能夠照到太陽 所以他只能夠那十四天反應 那是其他時間不能動 他就不能動 沒有電啊 沒有電他沒辦法動 那十四天動 但是他十四天動 每一天每一天的話 動的時間非常 我們再忍耐一下 等三個月後就知道了 他在月兔的時間 只能夠前進十五到三十公尺 所以要三個月的時間 那等到三個月 他真的抵達的時候 我們就來看 那時候嫦娥會不會出來跟他說 YES 你找到我了 你們終於找到我了 對 那這個 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是 真的是這個樣子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剛剛就講嘛 中國在這個 所謂的太空計畫裡面來說 其實某些程度 他是領先的 所以美國的這個太空部隊的 這個太空行動副主任 David Thompson 他就說 因為美國之前有叫狼性修正案 狼性修正案是說 我未來不跟你中國合作 我拒絕跟中國一些 包括說一些軍事 或是其他一些合作 但是這樣 就限制了一些商用的發展 因為你不跟中國合作 但是中國這幾年 他其實拿到非常多東西 譬如說 中國帶回這個月球的岩石 美國就沒辦法研究 另外還有這個 世界上最大的雷射望遠 現在在中國到了貴州 因為原本的這個 這個波羅尼克的望遠鏡已經沒了 現在中國是最大 他不能跟他合作 所以他就說 我們要趕快 是不是想辦法 能夠跟這個中國合作 否則在二零三零年的時候 可能會被中國大陸 這個太空計畫 給超過去的一個情形 我們來看華爾街日報最新報導 美政府的機密資料顯示 中國呢 竟然想選在這次赤道井內 要打造一個第一個 在非洲的大西洋岸 第一個軍事基地 這是真的嗎 最近對美國政府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一直以來 他們希望把手伸向全世界 但中國呢 他們現在知道 美國目前在全世界 有三百五十七個海軍基地 那中國有幾個呢 中國目前只有二十八個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 極地的來做整個擴張 那最近對美國來說 可以說是親朋達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這個是目前在整個 非洲的一個狀況 這件事情對美國來說 非常的打臉 因為目前對於白宮 跟五角大廈來說的話 中國已經把手伸到了極部地了 那很多人會說 那極部地 跟這件事情有什麼關係呢 我來細講一下 就在十一月 美國遭遇到兩件非常大的一個挫折 美國目前在和母之海峽當中 有他們的第五艦隊的一個基地 在巴林 結果呢 中國好厲害喔 中國居然在阿聯酋這個國家呢 有一個叫哈里發港的港口 他把手伸進去了 這個對第五艦隊來說 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這個港口在第五艦隊的總部南方 大概五十海里的一個地方 他如果在那個地方往旁邊一攔截 你第五艦隊不就做困獸之鬥 完全出不去嗎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麻煩喔 所以第一個和母之海峽已經做 整個雙方已經比對上了 想不到就在整個中東跟非洲的一個港口 他們就找到一個地方去突破 這個地方就在吉布地 所以呢 從海南島沿路到腳漂港 再到瓜達爾港 然後沿路再延伸到吉布地 這一條從中國到南亞 到整個所謂的非洲的線 就讓中國給做起來了 所以這時候要做一件事情喔 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在上個月 美國的商業部門跟民間部門 就去撤返 撤返誰呢 撤返瓜達爾港 因為瓜達爾港當初是怎麼做呢 瓜達爾港當初是連拐帶騙 說沒關係 這個地方呢 我們建商港 但是呢 商港能蓋多大 蓋多尬 蓋多深 我們軍艦偶爾來加加油 請你這樣聽覺得還不錯對不對 感覺不會被騙 想不到後面呢 大家一簽合約 糟了 為什麼呢 因為軍艦可以進來 所以目前美國呢 他們想要去撤返 把瓜達爾港收回來 就是說以後如果你軍艦要進來 要經由國際同盟的一個同意 所以目前可以確定一件事情喔 包括了聯合國 包括了非洲 其實通通都是中國的 那為什麼中國有辦法控制他呢 我來講一個我親身經歷的一個故事喔 前幾年還能夠出國 我到馬來西亞去 然後那時候去馬來西亞的時候 他們在蓋鐵路嘛 那個工程師是中國人 然後那個中國人我就跟他說 欸你從非洲回來 目前在中國 大概有多少的中國人 他說目前在中國 在非洲的中國人 超過三百萬 這麼多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們亞洲人 大概你們中國能去吧 他講到一個秘訣喔 他說什麼呢 他說目前喔 在非洲 非洲其實過去兩百年來 都被視為歐洲的後院 可是呢嚴格來說 非洲有經營 只有北非跟南非 東非西非跟中非 根本沒有人經營 他們只想要拿鑽石拿礦產 所以呢 那個地方其實很落後 但那個地方 有個很大的麻煩 公共衛生落後 所以美國人 日本人 台灣人去都不習慣 但對中國人來說呢 反正他們會習慣 中國人他們很多 他們認為沒有馬桶 沒有下水道 這件事情他們可以忍受啊 他們可以忍受那種 很不好的生活條件 所以呢中國 他們很多人就過去囉 所以我們第一個我們先來說 為什麼目前美國政府 會覺得壓力這麼大 但是我們仔細來看喔 非洲喔 如果我們把過去二十年來看一看 其實還挺恐怖的呢 為什麼中國 可以在那個地方 經營的這麼好呢 我來跟各位談幾個 重要的一個秘訣 我們先來看這張圖喔 目前中國在非洲的 波納化的經營 包括了礦產 包括了鐵路 包括了電信 包括了商業 我就談最後面兩個 我從電信跟商業先來說好了 有一家公司叫華為喔 最近這三年比較辛苦一點 可是各位 就在幾年前喔 非洲有很多地方是白天政府管 晚上殖民軍過來 每天在那邊打來打去 對不對 華為的辦公室發生什麼事呢 結果那個所謂的一個反革命黨 也出來 不知道怎麼樣 AK47拿進來就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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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完對不對 正常人請你若是我們 隔天飛機坐了就跑了吧 我們絕對在那邊不待啊 華為怎麼做你知道嗎 隔天買新的桌子 買新的椅子 自己家電腦的搬一搬 繼續上班 喔 這麼勇敢 這麼酷各位 所以很多人就說 華為到底是軍人還是說 政府的一個僱員 沒有人知道喔 可是各位 他們就這樣經營 我在談另外一件事情喔 我們台灣人很多人都在想不懂 對不對 我們不是回收很多衣服啊 回收很多那種什麼的汽車零件 回收很多的電視 都跑到哪邊去呢 如果各位到奈吉利亞去 你就會發現 原來全中國 全台灣 全亞洲日本 馬來西亞回收的 通通都在那邊 那為什麼呢 那邊包括了電視 洗衣機 冷氣 汽車零件 通通都用中國的 OK我們剛剛講到 其實這個一帶一路 很重要就是鐵路 齁 中國這邊多厲害呢 就連這個非洲的列車長 也是到中國訓練的 我們先看這個影片 又講自己的名字 劉備升權列車長欸 哇好酷喔 我們現在知道 不只是馬斯克會七步成屍喔 現在連非洲人都知道 我原來有一個皇帝叫劉備 哇好酷喔 可是先來說 我們剛剛跟各位談論到 包括了整個所謂的一個 電信啊商業等等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交通建設 造橋鋪路 人人就會知道 我們現在看這地方 目前呢 其實很多非洲的鐵路 都是中國人去做的 那當然去做的過程當中呢 政府做貸款 然後就由中國去把它做完成之後 重要是什麼呢 要交會當地的人 所以目前呢 在非洲有一個鐵路 叫亞籍鐵路 全長 哇挺長的呢 幾乎台灣的兩倍長喔 七百五十一公里喔 那目前的一個整個 控制的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由整個所謂的 當地的中國企業來做 但做好之後呢 這個是典型的BOT 所以呢 這些錢呢 可能是大家一人出一半吧 結果就出現很好笑的事情 各位有沒有發現 中國的列車長 在教非洲這些女生們 在教這些人做列車長 所以就可以發現 一個人在前面點頭 然後後面的人呢 跟著點頭 他們在學什麼呢 學如何把這些 所謂的帶車的禮儀 把它帶上去 我們再看另外一張喔 另外一張更酷了 剛剛不是說嗎 那些人在學什麼呢 那些人在學開火車 那學開火車呢 誰去教呢 中國人去教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喔 在當地有兩百多 兩千多位的當地員工呢 接受了整個 包括鐵路營運啊 乘務人員啊 火車司機啊 技術人員等等的 現在最酷的是旁邊那張 他連打票機都一模一樣 但是打票機上面寫的是 非洲當地的文字 他不寫所謂的中文 但是整個乘車系統 整個票系統 通通是中國人去蓋的 這個各位就可以發現了 哇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強 我們剛好跟各位談喔 三百多萬人去了 開礦 挖鐵路 做電信 沿路 能做的他們都做 結果現在雙方好到什麼地步 你知道嗎 現在居然出現了 中國人的酋長 發生什麼事呢 有人說外派那邊變成酋長 因為第一個喔 他是因為那邊的法律 可以妻切成群嗎 他們的法律 是可以妻切成群 但是中國人他本身 在中國已經娶老婆了 他不敢妻切成群 先說喔 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我不太相信 我也想去當酋長 他也想去當 那你先說喔 先來說這位孔濤 為什麼這位孔濤 可以在那邊當酋長呢 因為他就是在那邊 長期在經營鐵路啊 那經營鐵路呢 沿路一直蓋 沿路一直蓋 然後在當地都非常非常熟喔 所以呢居然受封為酋長 連他們當地的人都這樣看喔 那可能混沌混沌會說 那酋長是很崇高的地位嗎 結果仔細看 好像也還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家鐵路公司裡面呢 就有四個非洲的酋長 那酋長就有四個 那當地的人是說 其實喔 你在這邊酋長喔 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的 你要娶老婆啊 等等的都行 他說不行不行 為什麼呢 他在中國已經結婚了 但目前來看 有幾件事情就是 各位你去想喔 在落後的地方 都有人進來幫你造橋鋪路 都有人進來幫你做電信 都有人進來幫你挖礦 可能中間會拿一些好處 你怎麼可能不跟中國交成好朋友呢 可是各位 美國不去 日本不去 先進國家都不去 然後中國在那邊 沿路一直經營 一直經營 最後面 不管是聯合國的投票 不管是當地所做的礦產 各位就可以曉得 為什麼中國的稀土礦 可以源源不絕的從非洲 可以從緬甸 一直拿 讓中國成為稀土的霸權 因為有非洲好朋友 對